来 刷机 哎呦 哎呦 吵 哇靠 哇 已经不行了 这个小伙不带喘的哈 刚才我们最高时速得有80了吧 30 30 而且是他的30哈 就是说我估计25吧 对 如果我dowhell什么时候能骑那么快 那应该也算个大神了 虽然都是单车 这个隔行隔山啊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一下 下石剑的这个instagram ok 今天我们认识了个新朋友 这个人叫石剑 大家好 对对对 看他的装备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公路自行车的资深爱好者 玩公路车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 实际上我从大二开始才学会骑自行车 但是学会自行车之后就一直没有 减断过 所以 啊 这也比较坚持 自行车这东西啊 对于我们特别是中国人来说 好 那简直就是 必不可少的技能啊 这个我学自行车 我可能 那那我这可以完全碾压你 好 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都记不清是的时候就就会骑了 那时候那时候还是我的一个 呃 就是一个叔叔送了我一辆那种 算是BMX那个是没有刹车的 他就是说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对对对对 对就把那个把那个踏板往后面稍微卡一下 他就会刹后轮那种 就是这种两轮的我都没有带辅助轮 我就直接上了 反正我记得我第一天呃不会下来 你知道吗 因为不太会刹车 所以说就就后来就踩了一脚泥 就就就这印象 但是我就是就很快就学会了 这个这边就自我吹捧一下 公路车和这个山地车是两个很大的群体 可能公路可能山地车会少一点 你觉得吗 我觉得针对这个西方社会来说还是公路车比较更普遍一些 盘盖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使用场景啊 也比较广 可以专业去当这锻炼去使用 然后也可以做通勤用 然后平常路上的一般公路车也都会比较多一些 在山地车呢 它使用场景比较有限 你当然说也可以骑着山地车去压马路 特别是大家喜欢用山地车去专门的公园去玩 所以这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一些限制的成本比较高 对这个山地车很受场地的限制 包括就是说我上期视频也说到就是说如何挑选山地车 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看你那边能骑的道是什么样子 对你不能说我靠我那边没有什么 当校的道我买一趟带fox40的那种当校的单车 我想骑当校没有没有这个条件 其实没有办法对 作为一个山地车 我一直觉得这个公路车没什么好玩的 不就是在健身房骑车前面放个屏幕有什么区别吗 骑公路车最让你喜欢的一个点是什么 公路车也分很多种类 有爬坡车有空气动力学车 这还有区别 然后还有那种踢踢车铁三车都不一样 我这种其实是公路车分类下面的空气动力学车 所以这种车都是为了速度设计的 这还有区别 它不相同于爬坡车的话 爬坡车它是专门针对于爬坡来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什么点能让人感到快乐的话 可能喜欢爬坡的人他在征服每个坡之后 他会感觉到快乐 但是像我这种车呢 你速度越快你就会又感觉到快乐 然后同时这作为专业性的一项竞技运动的话 肯定竞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肯定也会使你感到快乐 但是我因人而异嘛 我就比较综合都觉得挺快乐的 没想到这个单车里面 公路车里面分的还这么细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 就是说入坑一个公路车大概需要多少钱 就说不是那种买一辆 比如说沃尔玛那种级别的 就是稍微专业一点入坑 从专业角度来看 假如说你这个时候打算入手一辆专业级别的公路车 对于新车市场来说 因为我也建议大家初学者的话 首先买新车 因为什么呢 还是要买新车 因为二手车 你作为一个初学者 你没有办法判断它的情况 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否有损坏 还是因为你此时并没有一个很深的经验 骑车这个东西是相互给信任感的一件事情 你买了一辆你不熟悉的车之后 你骑在路上也没有安全感 这样你容易心理这方面也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也更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 很多人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接触山地车 是因为怕受伤 因为从这么高的山下来冲上来对不对 连滚带爬了 而且是摔在不像滑雪 而是摔在雪地上 我们摔的是树根石头烂泥 对不对 而且还是带着坡度 所以说受伤是很难免的 像包括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大伤 但是浑身基本上擦伤至少有十几处 对像公路车的话你觉得受伤概率高不高 相比山地车肯定是小很多 但是假如你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 也有同样很多的这些控车技巧 你从专业角度出发 你如果掌握不了这些技巧 你一样是摔的很惨 你受过什么伤吗 特别多也是跟你一样 怎么样的情况会受伤 就比如说骑太快了 太快 然后比如说过弯没过好 然后比如说锁鞋掌握不熟练 就比如说我现在穿的锁鞋 需要你上路的时候把它卡在脚踏里 所以你的脚是不能动的 跟山地车一样其实 山地车也有锁鞋 但是我现在没有玩锁鞋 所以说作为触觉者来说 这些经验掌握不足 技能不够的话 很容易让你身体也受伤 装备也受伤 所以就带到下面一个问题 不懂的人看来 骑公路车能有什么难度 对不对 不就是灯对不对 灯多快就跑多快 大不了就是刹个车 又有刹车对不对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公路车技巧性强不强 就相对比山地车来说 没有山地车的那些技巧性那么强 因为山地车的设计就是为了技巧性 但是公路车所有的技巧都是针对速度 也有教练教吗 你如果从专业角度出发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有条件 就找一个教练 因为这些科学的东西都是 你很难凭自身的这些经验 需要摸爬滚打很多年 而且很多积累错误之后才知道 我原来自己错了 但是这个时候改也很难 前面说到一个过弯的技巧 我研究过过弯方式 跟山地车的不一样 假如说同样这么一个斜弯 山地车车斜过来 但是你人是要往这边行 但公路车不一样 都是一个方向 就大家可能看过摩托车的比赛 对一个道理 下坡的话如果有急弯 更考验的是你的过弯技术 山地车就是说你在骑的时候 那个道都是修好的 然后道上也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什么东西跑出来什么的 所以说总体来说 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 放心的往下冲 但是你们作为一个公路车 我觉得复杂多遍路况 经常要真的要很集中注意力 对同时马路上也是一个 需要积累很多经验的地方 因为你能确保你自身的情况下 你确保不了别人 别人可能会伤害到你 比如说车 突然出现的车 行人 各种意外的东西 你需要掌握很丰富的经验 来应对这些突发状况 看来技巧性也挺强 比如说新手现在买了一辆自己的二手的 或者是纯新的单车的话 下面要做什么事情 下面我觉得新手 作为新手的话 比器材更重要的是树立一个正确的 这个骑行理念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理念的话 很容易伤到你自己 简单的受伤就是说你摔倒了 或者蹭块皮 严重的比如骨折之类的 这种其实还好 更吓人的是 有一些伤是在潜移梦化中慢慢积累的 这种是不可逆的 这个就需要你首先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带着这个理念去挑选合适的单车 合适的单车买完之后 你需要做一个fitting fitting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的单车更适合你 fitting其实也是分各种级别的 很专业的话 大概像你做的fitting 400往上 400 400我都看因为在沃尔玛买三辆单车了 但假如说有一些车店 他如果你在他那买车的话 他会免费送你一套 哇超值 超值 超值 哇这么 那这个fitting 那他得送你好多配件吗 这个fitting 没有就是fitting而已 就是fitting 就是帮你调一下 就是让你更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让你更了解你的车 让你的车更适合你 这还送个体检 对 他会给你一套数据 纠正你一些错误的骑行姿势 是吗 但fitting完了 并不代表说这辆车就已经完全合适你了 你需要带着他给你调教完的数据 你出去外面骑 比如说你会发现我骑着这感觉腰很疼 这说明还有问题 所以第二次fitting就会跟着你 大家不要被fitting这么贵的价钱以及次数给吓到 一般初学者来说不需要这么专业性的fitting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手 我要第一天骑上这车我哪都疼 所以说到底这车适不适合我 就是说适不适不适合 所以说一般来说 这辆车不适合你 但是你带着这辆车 你去经常走一些长距离什么的 你会觉得膝盖疼或者腰疼或者脖子疼 其实这些就是在给你信号 你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 很容易它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没想到有这么复杂的事情 就是说让我对公路车有了很大的改观 一开始我跟可能很多不懂的小朋友 跟我们一样都是想就使劲蹬 对不对 能蹬多用力就跑多快 反正就是体力好的对不对 蹬个100公里 体力差的蹬个20公里 对不对 随便玩一玩出去逛一逛 但是现在明显能感觉到 这个公路车还是有很多的讲究学问 和自我挑战在里面 我真的就跟塑料车一样 颜色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 骑下到底什么样的感觉 真的我感觉就挺脆的感觉 会不会给它做断了 会不会给它做断了 不行不行不行 像我们上地车啊 基本上比如说你media size 你可以互相骑啊 但是他这个车我骑起来 这个屁股我觉得就在贴上去了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东西扯着弹疼 正在扯着弹疼 我们再稍微试一下 我刚才都是这样子骑的 我像这样子的话 我感觉弹都被戳碎了 有这个先天烈士 这个腿短 没有它长 一蹬起来 就感觉这个弹就碰到 碰到这颈 很难受哈 我觉得真的 如果你随便买一辆二手的公路车的话 应该会骑得非常淡疼的